年纪的脚步越来越近 也有许多的民众已经开始在安排过年期间走春行程 一旦传艺园区春节期间跳出心意 从表演展示艺术装置接近布置到吃吃喝喝 因应突年的来临 这一次把东三乡十尺高的东东处请到园区 福寿齐天接近剪指异象及弄诗彩阶 胜受益政四地数位展 点音三太子 拔杯祈福壁 财神发喜堂 拓映春年等活动 从大年初一玩到大年初七 不仅充满浓浓的年味 更能留下美好的画面 东三乡长林俊福表示 这是一个十米高的 应该说是全国最大只的兔子 我们看到这只兔子 它很慵懒的 吃饱饱的 睡饱饱的 事实上就是代表着说 我们幸福东三的象征 人家说吃饭 困饭的饭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 今年毛兔脸 在台语来讲 毛的是坦的意思 坦的意思 我也希望在今年毛兔年 大家能有办法 猫大杰 探大钱 全年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 为了展现兔年活力满满的新气象 这一次特别以兔药失跳为发想 将传统年节 融入新世代的玩乐解方 首次与东山乡公所 携手展出大型装置艺术 东东兔游传艺 可爱满足的表情 抱着黄澄澄的月亮 不仅增添兔年新春活泼气息 更展现在地合作与永续循环的概念 全年善美的文化艺术基金会 罗欣怡执行长说明 今年过新年 欢迎到传艺过好年 今年传艺呢 也是充满的浓浓的年味 我们除了初一初二 宪明免费回娘家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 就如我身后的所有的看板可以看到 我们有传艺 1 2 3的活动 1是什么 玩 玩可以玩什么呢 可以到我们的文昌词呢 去华威祈求 我们兔年特制的钱母 那还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快散活动 2是什么 当然是兔子了 我们今年呢 也非常感谢东山乡长 林乡长的支持 我们邀请了东东兔来传艺过好年 高10米的东东兔呢 今年呢 在传艺过好年 象征大家吃饱饱 睡饱饱 可以在传艺过好年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装置呢 在传艺是一种灯笼的 也都非常适合拍照 3是诗 我们今年呢 有非常多的弄诗的活动 我们有威武武家的弄诗 诗的活动的表演采接表演 另外呢 也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展示馆的一个 数位乡镇的一个诗的展示 所以那里面有3D有2D的一个所有的展示 也非常的精彩可惜 所以欢迎所有全台湾的民众 到传艺过好年 以上新闻由本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